大家好,我是陆敬明 又到了每周一解密会课室的时间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法拍屋 相信绝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对法拍屋是既熟悉又陌生 今天的解密会课室就为你来揭开法拍屋的神秘面纱 我们为各位会诊一些读者常问的法拍屋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总有人叫你别碰法拍屋 其实这是因为法拍屋它在标得了以后 而除了你的保证金之外 还有七天内必须要把尾款缴清 七天内把尾款缴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如果用一千万标到这间房子 你在七天内除了刚刚那个保证金之外 你这个尾款就要重把付清 其实这对一般人在玩杠杆的财力上会是一个负担 虽然在这个坊间有银行它提供这个理财型的信用贷款 可是因为利率比较高 再加上审核条件比较严格 还有这个手续比较繁复 所以不容易在七天内达到你这样子的付清违款的要求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法拍屋的屋况常常是不透明的 也就是说屋内的情况你在标得之前你可能都不知道哦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一般人对未知通常是比较恐惧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法拍屋代标真有那么厉害吗 常常坊间有一些团队或者老师他跟他们的学员吹嘘说 他们以极为惊人的价格标得了某些法拍物件 或者以极为些微的差距打败第二名的出价者 可是呢曾经在法拍界二三十年的这些老前辈 他们以经验法则告诉我们 这样的情况通常是运气居多 所以在未来如果你在市场上有看到标榜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这些获色哦 第三个问题就是法拍屋到现在还有利润吗 答案是还有哦 只不过越来越难做 这是因为法拍市场越来越透明 加上代表公司越来越多 市场上好的这个法拍物件 在大家都想标的情况下 它的行情已经越来越趋近于市价 导致这个专业的这个法拍达人 他们会往另外一个物件去进行 那个就是不点交物件 第四个问题就是不点交物件会不会很可怕 答案是会很可怕 因为法院不会陪你到现场去勘查这个物件 所以你在现场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要必须你自己去解决 可是即便是这样子 还是会有很多人他去投入这样的不点交物件 毕竟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哦 紧接着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法拍最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买卖不破租赁 什么是买卖不破租赁呢 通常这个原屋组他知道他的房子要被法拍了 他会刻意签一个长期的这个不合理的这个租约 比如说一个月一千块的这个条件 或者是说一个月数十万的这种条件 他来让这个投标者来自然而退 可是呢 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债权人 他们会故意让这个法拍物件流入第三拍 等到第三拍的情况下 他们就向法院申请这个排除租约 所以这个时候 不管你的合约是真合约假合约 也没有去公正 这时候都被排除掉了 最有名的这个案例就是去年的地板法拍 原本在第一拍跟第二拍的情况 因为原屋组他有这个不合理的租约 导致于航行算低于市价 可是仍旧流标 到了第三拍的时候 债权银行跟法院申请这个排除租约 在法院强力的介入之下 终于顺利的排除了 法拍物最棘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海蟑螂 许多新手的这个法拍者 他们认为排除租约就等于这个房子没有问题了 可是排除租约不表示排除租客 这些赖着不走的人就是俗称的海蟑螂 其实这些海蟑螂也不是真心要赖着你不走 他们只是想要敲诈你一笔 在合理的范围内也可以跟他们沟通 可是如果沟通无效的话 你可以请法院强制执行 然后法官会协助你把这些人请走 所以这个海蟑螂对这个法派而言 并不是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下个礼拜我们就要为你分享更多有趣 而且好玩的法拍案例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你知道刚刚这个橘子是你要干嘛 等一下 刚刚录影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橘子 其实这橘子是更爱吃的 可是在吃之前 能不能先换一下 刚刚录影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前面有四颗橘子 其实这四颗橘子是本来要吃的 只是说因为要录影来不及 所以就先来在那边 没有 这都是湿的